这是一片不同寻常的芭蕉林 里面有只修行千年的芭蕉精 每逢初一十五 他都会掳走附近村民当新郎 被掳村民毫无意外都被吸干原神暴毙而亡 听闻此事后 英书带上徒弟火速赶到芭蕉林 自己埋伏起来后 马上让徒弟披红带绿假扮新郎 入外再点上一对龙凤蜡烛 最后系上红绳 想将芭蕉精引进屋内来个瓮中捉鳖 很快 一阵腰风吹过 芭蕉树慢慢开花 芭蕉精顺着红绳来到屋内 毕竟是修行千年 芭蕉精可以说是笔鬼海精 察觉到不对劲后立刻向屋外飞去 英书一个飞扑紧飞气候 拉住红绳想断气候路 芭蕉精也不甘示弱 直接换作一团鬼影与英书缠斗在一起 结果让英书发现 原来芭蕉精怕火 利用这一弱点 英书手持蜡烛灯芯 直接扑向芭蕉精 芭蕉精自知不敌 直接逃进芭蕉林 英书也追了进去 可芭蕉精十分狡猾 和英书挽起了捉迷藏 此时芭蕉精正在英书身后想从后偷袭 英书立马扔下手中灯芯 一个要子翻身挂在树上 咬破手指直接插入土里 地上三位真火瞬间燃起 芭蕉精就此灰飞烟灭 这边才刚收拾完芭蕉精 英书两个徒弟偷摸来到镇上 结果不小心招惹到了脏东西 直接将女鬼带回了家中 眼见师父不予理会 两人索性挽起了鬼伤身 黄服一贴 女鬼瞬间附身在小师弟身上 谁知女鬼怨气极重 小徒弟开始浑身抽搐 英书见状及时出手 拿出酒坛 点燃黄服 直接将女鬼收入酒坛之中 原来女鬼本是青楼女子 但女人卖一不卖身 一伙强盗垂帘女人美色将其凌辱 最后更是惨死在强盗手中 英书知道女鬼悲惨身世后菩萨兴起 决定超度女鬼 随后便摆出祖传莲花灯阵 利用此阵法连接英曹地府 莲花灯点亮 孔明灯升起 村长找到英书 原来村子最近很不太平 每到深夜蝙蝠乱飞 村民们也无故染病 一番查看下来 英书表情越发凝重 发现村子的水源有问题 似乎被某种力量所破坏 英书告诉村长 如今之际只能再找新的水源 重新布局风水阵 这才能保证村子风调雨顺 英书的推算没错 原来水底真的暗藏玄机 若干蝙蝠尸体居然藏在村民的饮用水中 蝙蝠尸体不仅污染水源 还破坏了村中龙土猪血的格局 看着离奇逆亡在水中的蝙蝠 一时间英书也赶到头皮发麻 赶忙让村长立即停用河水 并且尽快找到蝙蝠巢穴将其烧毁 在保安队长阿薇的带队搜寻下 终于在教堂附近发现蝙蝠的踪迹 一行人赶到教堂 修女趁附近并没有发现蝙蝠出没 称称密室乃是教堂禁地 就连自己都不能进入 英书见状只能掠施小计 趁其不被点燃黄符扔进密室之内 修女见状只能砸开密室大门 刚进大门 一具干尸出现在两人面前 修女见到此人赶忙祷告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这间教堂的前任神父 原来在一百年前 两位神父来此地创办教堂 结果遭受到恶魔的袭击 一名神父与恶魔同归于尽 而另一名却不知所踪 英书在密室之内一番查看 并没有发现蝙蝠的踪迹 两人随之也离开了密室 谁都没料到 就在二人头顶之上 居然挂着黑压压的一片蝙蝠 几天之后 英书带着罗盘开始给村子寻找新的水源 想给村子的风水重新布局 经过英书的推算 此处就是最佳位置 在此处打紧布下风水局 村子肯定人才兴旺 可等几人才刚离开 一群蝙蝠直径飞了过来 将标记位置的木桩偷偷移动了位置 村民们对此并不知情 按照木桩标记的位置开始挖紧 结果挖到一半 村民们发现地底下居然有具甘尸 这具甘尸正是当初创办教堂的另一名神父 甘尸出现 刹那间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英书急忙赶来阻止可惜为时已晚 甘尸才刚出土 几道闪电过后直接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一幕让英书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雨水落在甘尸身上 英书这才看清甘尸的脸 看着甘尸将而不服眼泛红光 英书知道 甘尸随时会产生事变 让保安队长阿薇尽快将其烧掉 阿薇满口答应下来 谁知此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居然对甘尸身上的宝石起了贪恋 为了得到宝石 阿薇索性拿了一个模型冒充甘尸 在众人面前一把大火烧掉 等众人散去 阿薇与表妹开始对宝石下手 可无论是刀砍还是斧劈 镶嵌在尸体内的宝石依然纹丝不动 结果用力过猛 阿薇脸部受伤 伤口上的血滴在了甘尸身上 表妹连忙帮阿薇查看伤势 两人都没注意到 血液已经慢慢渗透到了尸体之内 阿薇在手下的搀扶下赶去处理伤口 刚送走阿薇 表妹就迫不及待地捡起地上的宝石 开始在镜子前欣赏起来 此时的她并没有察觉危险已经来临 苏醒过来的吸血鬼神父 突然从后抓住表妹 直接就是一口咬在脖子上 大口大口地吸着血 在尘封地底百年的干尸 在吸血之后 慢慢地恢复了活力 此时的教堂之内也不太平 随着吸血鬼的复活 蝙蝠也变得暴躁起来 开始对人类展开攻击 手无腹肌之力的修女们 只能逃到地下室内 用门板堵住大门 但蝙蝠很快就攻破了木板 老修女带着一帮人 只能躲在石棺底下 这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一早 阿薇得表妹端来早餐 一线之时 还好殷书及时赶到 一个回合便把僵尸制服 可看到这一幕的表哥可不干了 认为殷书这是要对表妹意图不轨 随后直接将殷书关进大牢 表妹也一身黑衣来到牢房之内 眼看殷书被困在劫南逃 关键时候一声巨响 浓烟之下出现一只小僵尸 原来这只小僵尸是殷书所养 殷书对他一直也是照顾有加 得知殷书有危险后 小僵尸也是奋不顾身 直接带上炸药摧毁牢门 殷书这才得以脱困 因为害怕阳光照射 吸血鬼只好回到教堂躺进士官之内 殷书的两个徒弟得知蝙蝠袭击人后 两人师兄弟未救修女只能爬上楼顶 结果师弟一个不小心 直接掉下楼顶与吸血鬼四目相对 还好殷书及时赶到小师弟这才化险为一 但殷书决定兵刑险招 直接用小徒弟来做诱饵 看着露出半个身子的小徒弟 吸血鬼直接飞奔过来 还没等吸血鬼下口 殷书趁机掀开屋顶木板 一股白烟升起 在阳光的照射下吸血鬼身受重伤 殷书犹如猿猴一般在房梁上飞檐走壁 手脚并用将屋顶木板全部掀开 这样一来教堂之内的吸血鬼退无可退 随后殷书一个鲤鱼打挺 身后一把金钱剑飞出 殷书顺势将金钱剑刺进吸血鬼眼睛 此时小僵尸也敢来捕刀 俨然炸药扔向吸血鬼 瞬间教堂被炸了个底朝天 吸血鬼彻底没了容身之所 只能顶着阳光跑进了树林之中 殷书手持火把追了过去 一个飞扑点燃吸血鬼后背 经过连番缠斗 此时的吸血鬼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 殷书穷追不舍 想一股作气将其置之死地 很快机会来了 殷书直接从后偷袭 先用火把给了吸血鬼三下重击 顺势将三位真火扔进吸血鬼口中 再用黄浮封口 瞬间被大火覆盖全身 此时的吸血鬼痛不欲生奋力挣扎 自知命不久已想与殷书同归于尽 缠斗之中 殷书不慎陷入了沼泽地 就在吸血鬼扑来之时 殷书顺势以利借力 借助吸血鬼身体来了个后空翻 成功脱离沼泽 吸血鬼还妄想起身 殷书直接一脚将其按进了泥潭 不可一世的吸血鬼 最终只剩下了两只血 电影结束